在这个单位我们要介绍的是Excel函数应用 便当数量的统计与排序 什么意思呢?我们先到以色列这边来讲一下 那首先呢,第一个我们要干嘛 根据AVCD四栏的资料 有订便当的资料 把这些便当的资料干嘛 依订购的数量大小排序出来 排出它是编号集 总类、单价以及数量 由大到小排 排完以后呢,我们要自动统计它的总便当数量是多少个 60个 总单价是多少 那这要怎么做呢?我们到范例工作表来说明 首先第一个在编号这边 我们会使用一个函数叫等号FILTER 这个函数基本上要2021 或者是365版本才可以使用 那针对范围我们就从A2到D19 A2到D19 然后里面呢,注意到一件事情哦 我要的条件是什么? 数量,有数量的 所以我的答案是 D2到D19 有 要不等于空白 不等于空白的 然后再来 逗点 如果没有怎么办呢? 如果没有怎么办呢? 所以基本上这个条件是不要的 因为我们直接抓有的 所以按右刮号就好了 Enter 它就把你抓出来 抓出来以后呢,注意到它是照什么牌 它是照编号,照顺序牌 可是排出来的结果呢? 我们希望要干嘛? 数量多的在前,数量少的在后 所以我们在前面又学到一个函数 SORT 排序的函数 SORT SORT是函数 然后逗点啊 这个是我们要排序的范围 然后咧,再来干嘛 SORT INDEX 就是你干嘛,注意到你的 要第几栏 我要第四栏来排序 第四栏排序 然后咧,排序的条件是什么 递增还是递减 因为我们是由大到小排 所以要减的是-1 我要从递减来排序 然后右刮号 Enter 它这时候就把你排好了 排好 顺序 那我们便当数量很简单 直接用什么?上 刮壶 抓一个范围 J栏的范围 譬如说J2到J19 这样子 它就跟你讲有60个便当 总共有60个便当 然后总价呢 总价我们使用一个常用函数 等号 SUNPRODUCT 这个函数 然后左刮号 第一个范围是单价范围 I2到I19 注意到哈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项目有多有少 所以我们要抓大一点 豆点到J2到J19 有刮号 Enter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做远云呢 5035 有没有5035 那我要跟你讲远云出来 你出来这里哈 假设明天排骨换键给我来5个 我总数量就多了 有没有看到 我要让它自动会干嘛 重新算过 重新算过 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干嘛 我们不知道我到底这些有多少比 所有的范围都是抓跟它干嘛 最大的这一个列数一样的位置 一样的位置 好 OK